HELLO 大家好 我是貓哥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這個頻道 其實從零開始學習了TOMIC 或者其他品牌的改裝 現在更加有特別的開箱和活動 我都會出席拍攝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在影片開始之前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第一時間有新的影片就可以看到 事不宜遲開始今集 2023年的第一條開箱片 我會選擇一部很特別的車 大家一定會跟我說是否Top Secret那部車 不是 下一集 因為我想等一部金色一次說 今集也是說我本身沒有想過會買的一部車 結果我買了 為什麼呢 最近看Netflix那些影片 都挺喜歡的 賣了 今天我們要玩的一部比較 應該是比較少人認知的一部車 就是林肯號的 Cavalry 我們今天玩的就是這部 在說林肯之前 我們先說福特 福特當年的創辦人 福特二世在1922年 用了800萬美金去買了林肯 亦都為了林肯去展開他的里程碑 林肯當時人 亨利利蘭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機械工程師 但他不擅長在車身的外觀設計 導致到他推出的產品 也都銷售到一般 也都勉強經營了五年之後 無奈地買了給福特 當年福特其實看中了 林肯他在機械工程機器的優越性 因為在V660度角度 當年只有他才有 再配合福特的外觀 也都成為了 這兩樣東西結合了之後 成為了一個豪華的汽車品牌 其後也引證了這件事 包括在1939年皇室御用的Model K的款式 以及其後在電影和劇集 亦都有出現過的Continental系列 亦都在1950年 Johnny Mas駕駛著他的林肯的Kipuri 在第一屆的卡雷泛美公路拉力賽 拿到分站的第一名 其實在這個賽事裡面 全長3300多公里 也險象還生 要完成 當年如果要完成 其實已經不容易了 他的當年的對手 包括一些法拉里的Porsche等等 憑著他一個豪華的配置 去拿到第一名 亦都一戰成名 直到1954年的時候 在林肯的主力是有兩部 一部就是兩門的Kipuri 以及四門的Cosmopolitan 其實這兩部車 最大的分別就是名牌 以及小小的門板的飾件 會有些少不同的 Kipuri 其實會有分了 硬頂的兩門版本 軟頂的兩門版本 以及一個全開蓬的開蓬車 它會有不同的型號 去配合不同的消費者 大致就是這樣 我們事不宜遲去看看它整體的情況 整體的車測狀況的造型 大家會看到其實Kipuri的1953年 和1954年的版本 在杜樂的籌賓把位置 其實它是有一個霧燈的設計 1953年的時候也會有天線的 1954年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霧燈取消了 天線的位置就是有時候 我看到資料圖片比較少 它有些是有天線 有些是沒有天線的 那這個款式有點像什麼呢 我看回它跟拉力賽裡面的圖片 其實很像的 它整個造型是很接近那個樣子的 我相信它也是想 如果有機會 可能它會遲些 會不會出一隻拉力賽的版本 拉花也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會的 因為它整體的狀況 出來的效果這麼漂亮 真的不要浪費了 是不是 那先說一下吧 那頭燈的位置 其實會看到 它那個頭燈的水晶件 通透度是足夠的 那第二樣也要說一些 就是這個頭燈圈外面的一些格子位置 大家看右邊的真實圖片 對比這個位置它有跟得足的 那中間的這個圖標 就是這個林肯的這個logo 都做得跟回到圓著還圓著的 那另一樣東西 我比較有驚喜的位置 就是這個 好像三叉擊的一個 一個林肯的林肯牌的一個logo 大家也看到了 其實也都這樣說 它這個粗幼度 雖然 對比起之下有粗了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粗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讓你 抵受的那個撞擊 以及防禦是好一點點的 因為如果做得太幼 可能你輕輕碰一碰就已經軟了 但是又這樣看回頭 但是林肯本身的三叉擊的logo是偏粗的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誤會說 為什麼它這個位置不做優點 很影響整個車的整體造工 那沒有關係的 其實它就是本身是跟回它的設計 兩邊 兩邊的凸起的小小的 我們叫做鯊魚旗的位置 摸上去是有一個小小凸起的質感的 但是它這個位置就沒有用到這個電鍋式件 反而就用上式的式件去做 令到整體的情況都是可以接受的 還有也要說 林肯那個英文字 非常之清晰 而且是立體度 細節度也都非常足夠 一看成形的這條線 這條雜骨線 其實我都覺得它這個銜接的 因為其實這個後面有個沙瓣位 凸出來的 有少許凸出來 但是如果做得不好 這個上式的位置很容易它就會歪 但是它這個位置就OK的 好 這裡先說了這一部份 其實我們繼續說回車頭的部份 水撥位置是有的 但是它這次這個水撥位置就用了一個黑色 其實真車來說就是一個銀色的 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很簡單地拿少許標示器去游它 就已經可以足夠了 側鏡的位置也有還原到的細節位 但是大小的地方 但是我看回1954年 以及1955年 還有1953年的Cablery 它們的側鏡的大小 都會各有不同的 但是拉力賽的版本就大致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其實整體來說都不錯的 它的車型 好 來到車側的部份 剛剛講完車頭的部份 現在就講一下車側的部份 第一個亮眼點的位置 就看到前沙板的這個車輪的位置 其實它也有做到印刷之餘 然後也都很漂亮地做到這個上色的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金屬來的 這個應該是膠來的 但是它已經是很接近地做到這個金屬的質感 白色的輪圈其實就非常之有一個經典的味道 再看看其實車門的位置的凹凸度 摸上去的手感是有的 整體來說 車型是漂亮的 而且也要這麼說 後面車輪的位置 遮住那個部份 其實它是有一個兩層色的弧度 大家會看到從反光的位置 會看到其實它有兩層的凹凹度 這個位置其實它沒有一份過 而是有做到凹凹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那也都再講多一點點 Cabri後面這個位置 這一條電導式件的位置 雖然它用了一個我們叫做 用了一個銀色的電導 就是類似杜洛噴色那種顏色 就是好像接近杜洛的銀色 去表達這一條電導式件的 但是它的質感是做出來的 大家會看到是非常之漂亮的 好啦 也都再看看 它那個沙板的位置 我們的後沙板的位置 大家會看到其實從真車的角度對比一下 它這個從反光的位置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凹凹度或者凸出的弧度 我們叫做弧面的順滑度是足夠的 大家會看到其實會看到 打直看就會很清楚看到一條很立體的線條 然後再說下去 但是這裡就會說一點點 這個位置後面這個我們叫做後尾窗的位置 其實對比起真車圖 我想因為其實它就省略了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銀色再銀色的表達是表達不到的 因為它本身這裡有三條東西凸起了 如果我這樣游三條黑色線 就會很奇怪 但是如果我就這樣skip了它 反而令整件事的完整性提高了 我相信它這個部分就很聰明地散略了 而後面這個玻璃 其實整體也要再說一次 整體這個玻璃窗的色件的通透度非常之舊 大家可以看到它通透度 比起之前那些都會漁出一切的 可以一眼看到底後面那裡發生什麼事 那... 我先看看車底先 咦... 這次可以開到給大家看了 車底位置 我稍後會爆開給大家看 好啦 那我們說完車側邊 就會說車的後面 好啦 我們先從車尾的部分說起先 其實Cosmopolitan和Cabry的最大的分別 其實就是後面的名牌 會有一點點不同 那這個位置它是完整地還原了這個部分 那第二件事就是整個尾泵把的位置 都用一個電鍍的色件去做表達 那尾燈的部分它都用了一個一體式的方法 我一開始都以為它應該會用一個水晶件去表達 結果它就沒有的 一體的電鍍紅色 去做一個表達整個尾燈的感覺 那整體來說 就不會說出現那個位置不一的情況 那再說下去吧 尾喉的位置 這次這條喉都頗有誠意 一條落到尾 大家會看到車底的位置 這次也要說一點點 其實它是有還原到當年Cabry的情況的車底架 其實這件事 Mini GT都是它們的強項 每一次都是在底盤上去還原 令到整體整架車的還原度 再提升了一個層次 那也要說一點點 這次這條喉做得很亮 我挺喜歡它這條喉 它還原得不錯 令到整件事是不錯的 那繼續說 其實這個車的電鍍式件 我們要有一點點說 其實它應該有林肯浩這個Logo 它這個Logo就skip了 其實它應該可以印刷上去 不過我想它這個部分 選擇放棄 應該是因為它電鍍式件這個問題 如果再印上去 因為很容易掉色 而且很容易刮花 所以它因為移印 它的好處是可以很精準 但當它印在這些不吃漆面的位置做 很容易就會刮花 那我相信它這個部分 去省略了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大家看到了 整體的Logo情況 其實都看得很清楚的 非常之漂亮 那其實整體的車型來說 我自己就覺得 在古董車裡面是值得收藏的 那也都再說了 其實它整體的這次 在膠水式上面 也都是有改善了 不會說 因為其實這一架車的整體狀況 如果很明顯 如果黏液出的話 膠水或者其他位置液出會很明顯 但是它這個部分就沒有了 沒有出現了 不過又這麼說 鋼有強迫症 就像我那樣就慘了 因為這架車很亮 一放上去 整個手都是手指毛 要不停擦它 我硬一點都會幫它噴一點 coating上去 讓它不會那麼多手指毛 好了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所以就會打開內櫥給大家看看 這架林肯號 我在想我改不改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它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 還會出其他顏色 例如粉紅色或其他 因為我看到這個也挺吸引 因為為什麼呢 它沒有做任何的損位 我可以整份脫出來 就已經可以做改色了 而且位置也比較少 它最特別就是這個側鏡的位置 比較難一點 我看到它可以給我 而且它連這些 徽章位置也有生口 給我刷出來 令到我覺得整件事很吸引 我在想改不改 對了 看完這集開箱的朋友 告訴我 其實這部車也說了一點 我最近已經買了另一隻有 是一隻復古的藍色 好像什麼呢 像Baby Blue 復古那一隻 即是女士們很喜歡那一隻 藍藍的色 帶粉嫩那一隻 對了 你們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整不整 好了 說多一點 這部份組件 其實車身已經大致講完了 車內的組件 其實Cavory 它1954年的版本 其實它有很多款不同的試樣 大家會看到 其實從它的內部結構 會得知 其實它是一部很特別的棍 大家會看到 我試一下放大一點 對 大家會看到 很大的棍子 這棍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上色 這裡就可以上銀色 一些軚盤細節 位 在當年的年份來說 它都比較是客製化 很有趣的 我翻查資料 例如黑色車 它會有全黑色的內籠 而它分布的位置 會有一個繁布再加鏡皮 或者是絲絨面 再加皮革的設計 看回它的車身 例如它是藍色車身 可能會變成藍白色的間式 大家會看到 右邊的真車圖片 但是你說 有時它是黑色 就會有黑灰 或者是全黑 或者是黑啡 我想應該是當時的客戶要求 去改裝不同的款式 因為我看圖片真的很多 所以大家會有興趣去Google一下 講的位置其實不算很多 但是也要這麼說 它整體的細節位是非常之舊的 大家會看到 我拿近一點 大家會看到其實它的細節位是非常之舊的 我試一下對不對到焦 看到了 很清楚很清晰地看到 它裡面的組件和細節位是有的 而且它連接開門位也有做足 有興趣上色的朋友就可以上了 這個如果我真的改 我會整個噴了它做肉色 因為我自己喜歡 既然Classic Car 就當然是肉色 肉黃色那隻 那隻米白黃 那種 帶復古色那種效果 出來的效果都會很特別 大致是這樣 那我現在裝回這部車 講大家很喜歡的可購買指數 來到大家最想知道的可購買指數 其實這一部車 我會給它8.8分 為什麼呢 其實首先先說 在更多的品牌裡面 其實比較少品牌 會出一些1比64的復古車系 那你說再上一些 可能已經是最近大家都 因為我沒有玩而已 大家都有玩的Lamrover 也都是非常出色的一個作品 但是再舊一部 再向後退一部 其實暫時就很少藏出 而Mini GT 它踏出了這一部 令到我們這些 本身沒有異辱去收藏的 都會想踏出一部 因為始終我們沒有擁有過 那既然它出了 那希望它之後會再出更多不同的 Pattern 或者其他的車型 或者一些小改款 我也期待 因為始終復古車系 是比較難一點的 尤其這些都可以說是老爺車 那麼 非常之好 整體的造工 輪廓線條 亦都是如出一次地 保持到車型的質素 以及車漆的漆面處理 亦都是可以接受的 亦都要說 如果你說我有什麼挑剔的位置 尾燈的位置 如果用水晶件 再加電導件 會更漂亮 但是這些就 關乎它們在造工上面 和成本上面的效益 亦都要說少少 這個頭奔把的位置 如果它做得有輪廓線條 如果可以再立體多一點就好 這個我真的不太熟悉 但是希望日後有機會 會做得更加細節 車輪的部分 雖然現在已經看起來 跟一些金屬的質感 是沒有什麼大出入 但是我自己的私心 就非常貪心 我就想做到真的可以 接近電導式件的效果 簡單一點就是 整份都是電導 但是當然 如果這樣做下去 成本又是不同 可能我的價錢又會再貴一些 所以就 要妥協的 大致就是這樣 好了 影片來到這裡 大家就看完整個開箱了 我也因為這條影片才知道 原來這輛車有參加過拉力賽 之餘 也贏得比賽冠軍 一輛這麼肥大這麼重的車 居然可以贏得不可思議 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是這麼神奇 好啦 大家就看完了 下一集我會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已經訂了那部 Top Secret VR32 我亦都買了白色版 還有買了一部金色版 我打算等 其實我知道白色版出了 但我等一部金色一次過說 大致就是這樣 大致就是這樣 中間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多說一部車 但這裡先買個關子 因為我戴上頭盔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對不對 做不到也沒有辦法 對了 亦都會繼續說SAD的東西 還有 大家會問我 可能有些朋友有PM 沒有問我 當我打過Tomic的進度是怎樣 其實都停頓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完了 由22年的年尾 我一直很忙 我去到現在 其實我到現在這一刻 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其實換完BOM之後 我真的沒有開過任何一次去噴 因為實在太多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 真的沒有辦法去 有點負荷不了 但是 還是這樣說 堅持 最重要是大家看得開心 那我拍又有什麼所謂呢 對了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你 或者你會覺得好的 希望給個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 還是很多人沒有訂閱 對了 就是這樣 下集見 拜拜